上海這家日本料理店 急撇清 食材要嘛國產 要嘛從其他國家進口 但絕對沒有日本 另一家上海日本料理店 也聲明 店內從沒進口日本鮭魚 貝類干貝用大陸國產 北方藍旗鮭魚 也早就換成了西班牙的 更有店家在門口寫著 拒絕日本海鮮可放心食用 因為日本福島 8月24號開始排放核廢水 大陸禁止日本海鮮 餐飲店生怕跟日本扯上關係 紛紛自清 問題是過去打著 當日空運來上海 百分之百日本進口 一人動輒 2000到9000台幣的日本料理店 一夜之間全改口了 大陸網友驚呼 啥 以前吃的原來都是國產貨 但收費是進口價 直呼自己被狠虛了這麼多年 現在才行 日本料理本身的話 它是一種 就相當於一種菜式 就是按照日本的方式 烹調的都可以日本料理 那麼不能說 日本料理的原材料 就一定是從日本來進口過來 話是這麼說 但是律師也提到 如果自稱空運來的 或日本產的 那確實有詐欺的嫌疑 海水被污染了 然後你說不是 那這個到底是還是不是 那這個肯定是說 有可能是虛假的 也有可能是誤導的 對吧 所以這種情況 就是如果是一旦有人舉報到 市場監管部門的話 市場監管部門是可以依據 反覆政杖競爭法 進行立法調查的 雖然今年7月 大陸海關總署就禁止 日本福島等10個縣市的食品 其他地區的日本食品 尤其是海鮮 只要進口大陸 都需要嚴格的證明文件 並實施100%查驗 但也希望店家 不要欺騙消費者 TVBS新聞 林農氏 陈向如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